缠绕画创作被称为是脑内的瑜伽运动 在一比一画之间可以发挥创意也释放压力 桃园市长青领航大学开办直与笔的教会 教学员缠绕画和画字 公勒出一张张美丽的作品 老师在台上细心讲解并亲自示范缠绕画技巧 台下学生目不转睛认真的实作学习 这里是桃园市长青领航大学中开办的课程之一 直与笔的教会 给乐林朋友们学习一技之长 可以灵活运用并回馈在社会上 残绕画它可以在很多布置的活动里面 它可以布置出来 这就是他们可以到社区有活动的时候去帮忙布置 直与笔的教会课程分成两段式教学 前半段的课程会教学员缠绕画 后半段则是教学员如何画字 指导老师邱宇乔表示 这两种画画技巧融合在一起 可以呈现出更精彩的图腾花样 同时把概念延伸 运用在各式各样的物品上 那我们14堂课里头就是前面是缠绕 后面是画字 那我们做一个结合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是一个缠绕 还有一个画字 画字呢它就是一个那个 有点用在海报或者标语 或者现在有的时候学生我们还拿来做春联 指导老师黄丽惠说 缠绕画很简单 不需要尖身的作画技巧就可以学会 作画的当下还可以放松身心灵 并在学习的过程中 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我们其实缠绕画 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技巧 只要你会写 I S C O 你就会画缠绕画 为什么 I是不是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直线 C呢就是一个半圆形 对不对 O呢就是一个圆形 我从来没有学过画画 但是老师教得非常非常详细 它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 然后我们自己回去 在画的时候 非常的那个有尽心的作用 所以呢这个课是非常非常棒的课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两位老师的结合 让我们学到的很多 而且这样透过这样 其实当你心情很烦闷的时候 或是在家等小朋友回家 其实你就坐下来 把心定下来 好好的画 其实你的心就其实很沉定 而且每当你看到一个 自己的作品 其实你就超开心的 就觉得说 原来我从一个不会画画 会变得到 有一个自己读 专属的作品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长青领航大学 开办丰富的课程 有静态有动态的活动 指导老师们鼓励年长者 多多选课尝试 体验不同的人生乐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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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